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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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前面讲的部分 大概都算是社会学里面的 微观层次的东西 李乐算是制度的层次 的东西 那他对李乐的讨论 我觉得没有很 制度详细的说明 最多的就是 孔子其实跟你讲的都是 具体可行的东西 所以像西洋的哲学家 黑格尔就觉得是个老头 在讲一些琐事 没有什么哲学价值 孔子不是要建立哲学的 孔子是要让人做事情 做得合情合理的 这段最有名 言冤问人 言冤问的境界都非常高 所以孔子回答的境界非常高 这段话曾经在 中国大陆文革期间 被 夸张的引用到 或者被打击到另外一个境界 詳细我就不说了 只曰克己复理为人 这里面有个关键 克己是一部分 为人 这个为是行的意思 不是克己复理就是人 有人认为是克己复理等于人 人就是克己复理 所以这是有两个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有这个差别 你看后面 所以一日克己复理天下归人 那谁克己复理啊 然后拿自身做榜亚天下的归人 我觉得应该是人人都克己 那台南有个地方叫归人乡 非常好的一个名字 住在那里 理论上都是孔子的圣徒 为人有己而人互灾 所以你看这边是为人 所以大家都应该由自己 怎么会要求别人呢 这个人己关系是不一样 这己就是我 人就是别人 言言语问 请问其母 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具体怎么做 孔子马上说了啊 非理物是强调是理啊 看都不该看啊 别乱看啊 非理物听别乱听啊 非理物言 非理物动 如果现在放在网路上不就是这样吗 有些网站你就不该去啊 有些话你就不该乱听啊 听了你还传 非理物动啊不要到时候 我去找你 我给你好看 你有什么给我好看的呢 好看的人我都看过啊 你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给我什么好看的 啊 言言语言回遂不命 情事此语啊 我不够聪明但是我可以 走到老师做这些事 所以重点 客体复理就是非理物是 非理物听 非理物言 非理物动 这是讲自己啊 从自己做起啊 日常的行为都应该做 跟理意有关的事情 这个顺便讲一段这个事情 这个现在没有啊 早期在某一个系某一个所 一个老师教书那么多年 都有一个规矩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女生做第一排 穿细肩带 就九十分起跳 哈 这个老师已经退了一阵 这个说法在我没当信民会主委之前 我就听说过 但是那跟我职责无关 是当做江湖谣言来听的 后来有一次我当信民会 那个负责人以后 有个学生来问我这个事情 他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样 听说过 听说过 他说老师这算不算性骚扰 我就不知道也没人告 告了调查看看大家的意见 我说大概只能证明这个 人家穿细肩带 跟那个九十分起跳 是不是老师的意思 还是这些人本来就很聪明 对不对 然后他只是穿细肩带 那你可以穿细肩带看看 做第一排 然后看看你会不会九十分起跳 如果会 那就是细肩带跟第一排的问题 不是男女的问题 如果你穿细肩带做第一排 然后还没有九十分起跳 那显然老师就有性别上的不公平 对待遇 那个男生就不理我了 我只是说思想上面 我们可以算一下 如果是这样 他也没告我 我也很高兴 不是真的很难 你看到人家穿细肩带做第一排 人家可能很努力 那部分你没看到 除非你能证明你不穿细肩带 你也不做第一排 然后但是你真的很努力 你比他们还努力 但你成绩比较差 那你当然是有 如果有一个标准是可以这样 如果你没有 有时候真的很难讲 是不是人家穿细肩带做第一排的问题 这跟我们的研究法 在设计某些事情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子宫曰 平而无产 富而无交 何如 因为子宫在别的地方 有讲到这个 平而无产 富而无交 他觉得很 这境界很高 就孔子才说可以 还可以了 还可以 不是很高境界 不如平而乐 有人证明有一个乐道 富而好离者也 富而好离呢 这是比较难的 很多人富了以后 好都不是这个礼 子宫曰 诗云如切如戳 如戳戳磨 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还要不断的切磋 切磋磨 切磋磨是不同的材质 你要做的事情 有的是象牙 有的是石头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什么 所以切磋磨 我们现在讲的话 但原来是什么东西就是要切 什么东西要磋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形 让它更好看 而不是原初的样子 这就是教育的作用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子曰 事也适合原始 告诸云还之来者 就告诉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还没有教你的事情 表示他能够取一本三了 好 你看这里也是 导致以得其之一理 强调理的重要性 理是一个 在儒家来说 我们看起来理是一个外在制度 但是其实在原始的设计 在《李云大宏篇》里面说 理是人情而治理 就是因为你知道人的情是这样 所以你必须让他纳入一个规范 所以你才需要这个理 让他有节制 让他有个节制 在这个节制的范围里面 不是漫无边际的 比如说喜怒哀乐 就为发而皆众结 为之和 这是中庸里面的话 所以人又喜怒哀乐 这是正常 那你喜怒哀乐没有发 都在心中看起来是好的 等你发了呢 你都得众理 众结 如果你发了不众结 那就是发神经命 或者你就是违反社会规范 蒙一直问孝 直约无为 你看这话孔子没讲清楚 这是孔子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我这个有二就是 你去课讲一看 都有第二的注解 有比较详细的古术的注解 这不是我的key 这全部都是网站上面的资料 我把它截取一下 方便各位看 好 那孟一直问孝 孔子回答就结束了 他也没追问 什么意思 凡池有一天驾车 孔子就告诉他这件事情 凡池说何谓 因为凡池资质不高 说没听懂啊老师 所以无为是什么意思啊 孔子说生 事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忌之以理 强调这个无为是无为理 很不幸的这段话 很多人在后来念书 都无为就是不要违背父母亲的意志 父母亲叫你去死 你就得去死 很多父母亲也觉得自己对小孩有这种权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台湾的社会新闻里面 常常有非常不幸的消息 就不要不然父母亲吵架 要不然就家到中落了 要不然什么故事 要不然就是爸爸带着小孩 爸爸先把小孩给搞死 悶死啊 什么什么死啊 然后爸爸就去自杀 最近有这个故事 但这种故事三个五十都有 要不然就是烧炭自杀 亲辈呢 就把自己的小孩给杀了 这种都是默示其他人的生存权 你要死啊 都社会都已经不允许了 更何况你去让自己的小孩死 但是古代的人 或者传统的思维 认为小孩是我的 我当然我生他 我就对他有生杀大群 这个观念已经非常落伍了 现在你生他 你没有杀他的任何权利 生他也不一定 能够算权利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带他去死 这是不对的 但是真的很不幸 一直有这样的行为 那很多人的想法是说 我不要让这小孩 留在这身上受苦 因为我死了他会苦 那你为什么不想到 你就不要死啊 你死了带他一起死 这是什么逻辑呢 你真走投到了那么地步 走投无路到那种地步嘛 所以这个无为 后来的专制期间就说 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 你为什么不敢不死呢 他问你爸 你爸要你死你都可以不死 更何况这个 也没有任何天命可怜的 这个皇上叫你死啊 现在还有人说 老板要我死我就得死 说老师要我死我也得死 没有吧我顶多叫你做功课 你还可以说你不教呢 顶多就做功课 请班代表去反应一下 好林芳问李之本啊 他有说李与其奢也您减 所以李不是奢的问题 不是澎湃的问题 不是有面子的问题 李就是要有心意 没心意您可减一点 但是儒家后来因为讲到三年之丧 三年之丧以后呢 又强调葬礼要非常风风光光 包括我们在上礼拜讲到 不是上礼拜 上次讲到孔子的死的时候 学生就把他做的非常的大 做到连燕国的人都来参观那个葬礼 你想这做的多大 这是孔子要的吗 李与其奢业宁简 这都没人听到吗 只有林芳听到 上礼讲到上礼了 这个是礼是包含了 生的礼 葬的礼 记的礼 然后上礼呢 语其奢也凝妻 你也不能太过简陋啊 那边讲简对吧 然后这边讲意 意就是简的意思啊 你要太过简陋了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那哀妻的心 你对死者有没有真正的怀念 没有 你根本对他没什么感情 你鞠三鞠躬你就走了 你如果真有那个感情 重要在那个感情 而不在于 又节省一点吧 只曰居尚不宽 唯于礼不敬 所以礼的重点在于敬 所以我们现在说敬礼敬礼 中国大陆常常有敬礼 这个写信也写敬礼 这个表示他对你的尊敬 临上不哀我可以乖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那个形式 你有没有那个形式所具备的那种感情 重点在这里 你看公 你虽然公了 但是没有礼 则劳 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甚 但是没有礼 会洗 永没有礼 就会乱 直而无礼 礼则缴 君子独于轻则民信 故就不宜则民不偷 所以你要强调这个 知道这个礼的重量性 可以归斑很多道德 让他不至于过分 过多或过少 然后子夏这段话 真的是猜谜游戏 子夏问曰 巧巧嵌兮美物 派于素以为炫兮 何谓也 这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这里面就讲到笑 笑得很漂亮 然后眼睛好漂亮好漂亮 现在有情歌或什么 或有些人还是觉得某些人的眼睛非常漂亮 某些人笑才非常非常的迷人 还是有这样的话 然后素以为炫 素是不化妆 你们现在都有叫素颜 对吧 然后炫呢就美丽 素颜也很美丽 就简单讲 你的美是天然的美 完全不需要厚天的 可是子夏不懂这句话 这句话很容易懂啊 怎么还要不懂呢 习惯 何谓也说什么意思 孔子更厉害的 没有说什么意思啊 孔子根本就没解释 就说会是后素 画画这种事情 这后素就有两个解释 完全相反的 就先要用白的再加上彩色 要不然就先画彩色 再用白色来勾出他的这个界限 会是后素 所以这完全从以前就有两种不同解释 反正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前一个后 简单讲是这样 然后呢 子夏也很天才啊 没有说老师何为也啊 没有啦 就说哦李后乎 什么时候讲到李啊 这不就是一个人长怎么样 然后这个 这个终于又没电了 哪有讲到李啊 哎 就说李后乎 难道李是后来才要做的事情吗 直约其余的商业 哎呀 你真的是 这启发了我要商 真的要讲 谈诗教跟你这种人谈啊 你听懂了吗 就像禅宗吧 都不针对字面的问题来回答 大家都跳跃回答 这跳跃是思考啊 不是高人不会懂的 最后这一段 所以子贡呢 要去故树之夕阳 故树是一种礼节 是什么初一啊 或有人说年初一 有人说每个月的初一啊 要祭拜中庙 所以要宰一只羊啊 基督宗教对宰高羊也很重视啊 子曰四也 而爱七羊 我爱七 那那时候呢 故系的这个礼啊 故朔的这个礼呢 已经慢慢荒废了 所以呢 子贡就希望 这个礼既然没了 那我们就饶到那只羊嘛 这样每个月或每一年 可以少一只羊这多好呢 孔子就说了 哎呀 而爱其羊 我爱其礼啊 你爱的是那只羊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个礼的那个制度要保存啊 这样大家还会想到这个事啊 你要制度不保存 那这个也没人想到这个事啊 所以你想到只是那只羊的价值 你没想到这个礼的价值 那接下来这个 那接下来这个 讲到管仲之礼与否 那个当然孔子这回管仲不知礼 但是管仲虽然不知礼 但管仲被孔子誉为人人 孔子很少说别人是人人 说了管仲 管仲在孔子的前辈啊 那管仲为什么是人人啊 他又不知礼 因为管仲 酒和诸侯不以兵车 他是以平等的方 以和平的方式 跟当时的统治当时的天下 那这里有一段 我们刚刚上次也讲过了 说招公之礼 乎孔子说之礼 结果当然这个人就很不爽 曾失败就非常不爽 说怎么会是他招公之礼 他君儿之礼 孙不之礼 因为招公娶为一个 跟他同性的女子 那孔子当然知道这事情 但你要我批评我老板 这在孔子来讲 是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说 所以他有错 他也知道 别人知道他有错 这是不能这样做的事情 那当然这跟现代人 睁着眼说瞎话 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这个也是要每一个朝 都有礼 夏礼、英礼、周礼 这个都可以推算出来 这张是讲这一本 那接下来讲粤 粤跟礼是配合的 孔子说 礼是强调分 粤是强调和 那这个孔子有讲到 他叫乐曲的作成是有他的套路的 刚开始的时候叫戏如也 后来开始就存如也、教如也、易如也 然后最后是成 就是最后的结束 那还有他对于当时的几个 这个音乐不是私人音乐 这都是宫廷里面演奏的公众的音乐 然后说韶这个音乐 因为韶是尧顺时代的音乐 音乐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状况 所以讲尽美以又尽善 所以我们现在讲尽善尽美 还是从这来 那舞呢是舞王的音乐 舞王伐奏死了很多人 在上书里面说还血流飘处 就是说那个武器都血流成河 然后武器飘在那个血之上 你知道那死了很多人 虽然是革命啊 号称顺孤天、硬孤人 还是死了很多人 孔子认为只要死人就是不对的 所以尽美以未尽善 这个音乐很好 但没有尽善 为什么他还是有沙伐之气 沙伐之声 所以呢 这也是说他在其文韶 三月不知肉味 不知不图为月之之于四眼 没有想到月可以这么好听 我相信各位听 现在听这种流行音乐 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音乐 写到你的心坎里 你没有那种心境的时候 很多音乐对你是没有任何感触 我记得我那时候失恋了 哇就听到一首歌 觉得真的唱的就是我的故事 所以我大概那阵子就每天听那首音乐 听到我那唱片都坏了 所以有那种心情 有那种经验 说子与人歌而善 避失凡之道和贺之 所以孔子喜欢唱歌 所以这也是他 然后另外讲到维邦 维邦就是治国 很少人讲到演员会 只有行夏之史 孔子刚才讲很大的 立法要用夏朝的立法 英朝的车子做得好 要用英朝的车子 周朝的勉 勉就是帽子 然后乐呢要扫五 就扫乐在这里放正深 正深正是在河南那个地带 那个地带的正深 为什么要放正深 因为正深 银 银不是说都唱男女关系 或太色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的情感表达太漏 就是银 银就是过多 像现在这个下雨 梅雨季节 以前叫银雨 银雨就是这个银 就是下的太多的雨啊 就是银雨 下的刚刚好最好 当然老天爷很难让你满意的了 好 那这个礼乐 实际上 人不人的人 有礼也没有用啊 人不人 人不人 有乐也没有用啊 礼乐是制不了这些基础 所以人是礼乐的基础 然后特别强调 心于是 利于礼 成于乐 这段话是最不可解的 什么叫先进于礼乐 也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者 无从先进 先进是也人也 这怎么意思 一般说 因为也人就是一般在也的人 就是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先学了礼乐 再当官 这是一般老百姓 这也人不是 你想象的 不穿衣服那种 这也人只是说 相对于君子 君子呢就是有 就是官二代 富二代了 这样这样的 然后这些人是后敬于礼乐 他后来才学礼乐的 他已经先当 先有那个好的社会地位 后来才学礼乐的 这是君子 所以不一样 如从之 如果可以 如用之 我就从先进 我 可是为什么叫如用之 孔子就不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 所以他不必有用之 就无从先进就好了 就是他是野人了 好 那这个其他的我就不念了 这个有很多都跟礼乐有关 那礼乐征伐 这礼乐是和平时期 征伐 当然征伐时候有征伐礼乐 所以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初 礼乐就是平常的这个制度 另外一个都该观念 叫使民 使民就有点像 让人民服劳役 服公众服务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中海民国宪法 国民有哪三项义务 各位知道吗 这个义务跟古人一样 有纳税 服兵役 跟接受国民义务教育 所以义务教育几年 你就要接受几年 你不接受几年是违反宪法的 政府也要给所有的国民 有这个受教育机会 所以呢 国民义务教育 谁没有接受 这个是政府有管道管理 所以有些小孩 在出生以后有接种资料 到了小学一年级 怎么忽然间找不到人 这小孩可能在中间就出事 有几个案子就发现 这小孩被杀了 台湾啊 所以为什么会发现 因为他的资料 全部都要跟着走啊 所以这个 国民有纳税 服兵役 跟接受国民义务教育的那个 那古代人一样 除了义务教育之外 去掉 人民要不要 要纳税 那个税通常都很重 好 所以使民呢 大概就是让人民服劳役 或者服兵役的 纳税大概就是另外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 当时没有宪法 但是大家都认为 应该这么做 所以这里就 民可使用之不可使之之这样的话 一个说是愚民政策 最讲条 老百姓啊 你就让他去做吧 你就支持他 你不要让他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他 这是你的秘密 这愚民政策 别让他懂 那有人认为不是 我认为这个应该不是 这应该是使民的问题 就是让他服劳役的时候 民可使的时候要由之 这有几个断句法啦 但我觉得这跟服劳役可能有关系 不可使要知道为什么 你不能在农忙的时候去叫人家去服劳役嘛 大家要收割嘛 中国大陆跟台湾以前都有一阵子 因为缺工人 所以家里田地要收的时候 第一个就靠乡里之间互相帮忙 再种田的人 第二个就是把城市里面做事的小孩叫回来 帮忙这个收田里种的东西这样 你看还说到千尘之国地上 只要使民以实 你这个辅金以实入山林 就是你要到山上砍树木 也得有个固定时间 让树木可以休养生息生生不绝 你不能一次把它砍光 砍光了什么就没有了 另外一个成语叫截则而渝 你捕渝不能够把所有的鱼都捕 你把小鱼得放在等它长大 所以那鱼网要多大 以前是有规定的 鱼网的孔 现在呢叫做流翅网 那大鱼小鱼全补上来 所以然后你看像以前 大概只有日本人少数人 对海鲜那么着迷 那现在日本的这种店那么多 不是日本人的夏天也吃鰻鱼盖饭 或鰻鱼饭 那你想那要多少鰻鱼 然后你这个铲得出那么多鰻鱼 你铲不出来就是 有一些就是假的台湾雕 那不然就是你到时候吃不到好的鱼 因为你已经过度捕杀 你没有让它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所以使民以食 你其他也是一样以食啊 现在台湾 在全世界现在因为物流的关系 以前你吃什么东西都有食令 这地方这时候产这个 但现在呢你南半球跟北半球 你南半球夏天的时候 北半球是冬天 所以你南半球的苹果 你北半球可以吃得到 但是那都已经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运输 那当然也有那什么 直接从巴黎空运的法国面包 以前台湾有一家店 说他们的法国面包是直接从巴黎空运的 需要这样吗 蛤 不管是真是假啦 我觉得需要这样 那看使民叫敬 忠还有劝 然后这里其使民也义 义就是何时 那使民以食跟使民也义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这样大的来看 就民可使游之不可使之之 大概也跟使民有关 你看这个使民如曾大忌 像做忌典一样 要有计划 要有安排 要很慎重 不能随便研究呢 秦始皇不是就发了这个 秦这个民夫去修万里长城吗 那个故事 然后不就修到了这个孟江女的这个先生 叫万启良吗 对吧 然后这孟江女呢 万启良修长城就死啦 孟江女一哭长城就垮啦 这根本就是个豆腐渣工程啊 对吧 怎么就那女的哭了两哭 然后长城就垮了 这不笑死人吗 还怪孟江女哭 哎呀真是 好 善害 善好理哲民一世 你什么事情做是讲究一个规矩 那么你什么时候该用老百姓 什么不该用老百姓 该用老百姓 该怎么补偿他 就就就清楚了 另外这个子游到五成 治理五成的时候 君子学到这爱人 想要学到一世也 你学得到 你也用这个理来对他 那么你学得到爱人 然后他呢 就一世 这是个相互的 你对他好 他也愿意去服公共劳务 那这个上节讲过 这是一个中庸之道的问题 尽之远之 都都不对 好 这是孔子的思想理 跟其他部分 他对制度讲的真的是比较少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儒家 人家常常会走向心性 很少走向制度 所以像宋明理学的人 都认为 只要内心怎么样 反诸内心 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世界 这是非常错误 我们学社会学都强调 比较像荀子 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尤其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一个人守法 不是因为守法有最高的价值 这种人大概只有很高尚的人 才做得到的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守法 比较划算 比较不会被罚 有关 如果你让他罚到 他觉得划不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不守法 譬如说酒驾 你现在酒驾 基本上罪很轻 你就只要你酒驾 查到 你一辈子不得开车 不能考工人员 不能这个 你给他不能的限制多一点以后 他就会很慎重的考虑 要不要酒驾 我觉得这是一个 像很多人不敢乱停车 不是因为他道德高尚 是因为停一个车 要被罚三千 要被罚三千六 要被怎么样 那他不划算 你不用罚他的时候 他就乱停 你罚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到 哎呦三千六 这停一下还得了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最近有几个城市我去 他们的车会让行人 那就不可思议啊 就像台北一样 你在台北市 你过白马县 那个汽车会等你 我这是到几个城市 他们也等 我说怎么会 他们就会这样呢 很简单单 你不等的话 抓到以后 什么东西扣几点 那个有点数的 然后要罚多少钱 谁要被罚 谁要被扣啊 然后你这个 优良驾驶 你给他一个按赞的话 将来就更多人 会搭他的车 所以他就忽然间就开始自己觉得服装益荣要好 要态度要亲切要干嘛 因为这对他后来的生计有影响啊 他还是跟以前开车同一个人啊 你以前没这个规定 他就不想这样做啊 有这个规定 他就觉得要服务要好啊 所以这怎么来的 就制度逼的啊 我说台湾最明显就是你坐捷运的时候 大家都排队 为什么不排队 因为你画两条线 你不排队被人家笑啊 不排队怎么行 可是你是到了公车赛你排队吗 你怎么排队啊 没有线啊 那公车也不是你等那班来啊 哪班先来哪班上啊 哪不来你就开始跑啊 那就开始抢啊 还好现在坐公车的人少 所以基本上不是很挤 通常还会有位置 如果不是上加班的时间 以前的公车 天哪不要回想到我的学生时代 那真的是叫挤沙丁鱼啊 给你一路 我怎么样 你可以带那是一路 就像过程 一路 这一路 我知道 这是一路